哈喽,大家好,我是宇峰,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咱们的UFC游戏第一场超级精彩的对决 那么今天我们有两位非常重磅嘉宾,非常有来头的嘉宾 一位就是咱们现在面前这位张伟丽的师傅 大家应该都知道张伟丽UFC双冠王也是目前的世界第一女拳王 那么今天他的师傅来到了我们的UFC比赛现场 他将要迎战一位非常厉害,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位选手 这个选手已经在台上准备多时了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他到底是谁了 我来看一下双方的比赛信息 他被称为黑浩克 45岁6.6尺这个黑浩克大家可能会有点耳熟浩克 没错 就是复仇者联盟中那个绿巨人浩克 但不是那个绿巨人 他只是被很多人说像这个浩克 所以呢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浩克 又因为他长得很黑 所以叫黑浩克 这个也是他名字的由来啊 当然了这个浩克这个名字不是白起的啊 他的身体也是非常的强壮 虽然没有绿巨人那么猛 但是他也是远超常人的强壮和健硕啊 大家看到他这个身材非常的恐怖 而他呢也是没有白练这身身材 他同时也在作为这个拜登的一个第一顶级保镖 做着一个护卫的工作啊 所以今天也是来到UFC赛场挑战我们赵美丽的师傅 那今天肯定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大战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 这边是我们的裁判在介绍双方选手的参赛信息 这边是黑浩克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数据啊 六点六英尺什么概念 两米多啊 两米多的一个身高非常的恐怖啊 这个是远超常人的一个身高 再配上他这一身健硕的肌肉 简直就是个人形坦克 那这边是我们的张维利师傅啊 这位师傅的话也是在中国学会了很多的这个都门功夫啊 随后在各地打开拳馆这个招收徒弟啊 张维利也是在偶然的一个机会中 结识了他的这位师傅啊 今天这位师傅呢 也是来到了UFC赛场上 看一看 这个国际的对手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强度啊 双方在这里碰拳 比赛准备开始啊 那么这边我们的裁判也是在中间 问一下双方选手有没有准备就去啊 这边师傅 哇哦 比了一个非常传统的功夫姿势啊 很帅 那这边 这个黑浩克 哇哦 咆哮了一下 哇哦 非常的有野性啊 那么这边比赛开始 这边师傅先是蹬了一腿啊 被轻松的闪避掉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双方肯定是慢慢的试探啊 我们中国功夫讲究一个以静之动 还有以柔克刚啊 这边师傅也是慢慢的打 我不着急啊 我就摸清你的路数就好 这两发冲拳打出 哇哦 很漂亮啊 又是一个左踢 很娴熟的一套连招 这边的话 拉开了距离啊 这个浩克也知道 师傅这边在探他的招 有点慌啊 他不知道该怎么攻击了 就只能使拳 是不是这边找着热点 对着付过来了 两拳 又是一个左踢 哎呦 因为太高了 这真的是踢不到啊 这边一个回转身 一个右边腿 被师傅防出去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防御 两发冲拳 再次及时的防守 很漂亮 这一场打的防守很漂亮啊 这这么大块的肌肉 如果说打到人的身上 那确实就对得吃不消的啊 师傅这边还是一个拉扯 而这边可以看到 浩克的体力啊 是消耗了很多啊 要知道体型越是壮硕的人 他这个体力消耗 也是越快的 而且他前几轮的这个进攻啊 也是很猛烈 很迅猛 那更加加快了他体力的消耗 那师傅现在呢 也是可以游刃有余的 进行一个进攻了 两发冲拳打出 提电压小腿 师傅不为所动 又防住一个回轴机 两发冲拳 向下冲冲 哇 一个上后拳打倒对手 这边吃了一个右边腿啊 但没有关系 现在是师傅占据一个主动的进攻拳 双方在这里停止住了啊 一口拳踢 很漂亮 踢到墙边 上下两发冲拳 一个直踢 防住一脚 又是个直拳 对手被打了 运动转向 被打倒 师傅跟住一拳 这边打倒 锁下 两拳三拳 被夺一拳 又跟一拳 师傅这边 想要终结对手啊 但是这个黑浩克的韧性还是很强的 在最后的时机 暴击对手 自己喘息了一口气啊 但是师傅现在选择了一个压爬式 两拳 又是一个死亡锁 套克很想挣拿起来 挣拿起来了 师傅两发跳拳 一个闪避 又是一个侧拳 再进行拉扯啊 直冲拳 剩下一个冲拳 哇 一个右边腿 直接踢倒 oh my god 师傅 这一波进攻 实在是太过精彩了 先是一记 左边的攻击 紧跟一个右攻 让对手反应不及 凑不及防的一个进攻 带走了对手 来看一下这波回放啊 很精彩 一个右踢腿 直接带走对手 充满了力量啊 黑浩克虽然体型巨大 但是被研究之后 也就不过如此 那么也是恭喜师傅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这期视频的内容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 收藏还有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